刚才你讲的时候 我一直在想 你和我儿子是同睡的 明白 他今天 我本来想带他来看你来的 我说你来吧 有跟你个同龄人 今天演讲特酷 他说对 妈 他哭他的 我今天要做一次 百分之百的宅男 就是那个踢球的儿子吗 对啊 他回来放假了 放假了 他在饭店里等着我 我说对你陪我去 有个小 不是小哥哥 你俩同睡 他今天演讲特别酷 他是对你演讲没兴趣的 对 他说对我对演讲没兴趣 他说对我今天 好不容易给我一个时间 离开弟弟妹妹了 说对我今天要做 百分之百的宅男 宅男 Leave me alone 他说对 那我作为母亲 我就尊重他 我说好吧 我尊重你 我要你做 今年一年做一次宅男 对他就不来 但我看你讲述 今天我觉得 你像15岁的孩子 只是在15岁的孩子当中 你还算是沉稳的 太沉稳了 对 文涛你15岁啥样 我15岁啊 我15岁是个惨绿少年 我还保留着 15岁的时候一个照片呢 我觉得就是那种阴郁的 好像是对一切 就是有点充满不满呢 很阴郁的一个少年 就15岁好像有很多压抑 跟他这个眼睛啊 充满阳光啊 对 他不压抑 充满希望 对 那这个特别不一样 但是实际你应该 比我更压抑 这种阴郁的东西 就是这种阴郁的东西 就是这种阴郁的东西